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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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星期買一次 我不想出門外賣 免得浪費口罩 那些口罩給年輕人上班用 我一個星期買一次 所以買到滿了 那雪櫃包就不用怕了 真的嗎?出門外賣 口罩難買又貴 即是雪藏的那些 新鮮很難放得那麼久 烹飪導師米太由於住得格涉 加上近期疫情 現在每個星期才會出市中心一次 一次過買三個人份量 一個星期的菜 買菜的時候 我將種類減少 反過來將量加多些 我買菜的程序就簡化了 我留在街市的時間又短了 我買一個 一個星期又多了 做了很多東西 我買這個 我主要選新光滑的 如果它濕了 它容易從皮開始 好像發霉一樣爛下去 我們選擇聚手的這個 可以了 我要兩斤菜心苗 我們處理都好 都可以冷藏兩三天 我們可以買頭兩三天的 醃菜的份量 之後可能第四五六天 可能我們選一些瓜 和豆 耐熱一點的食物 番茄、紅蘿蔔、薯仔 都是好選擇 不但耐擺 還可以在室溫擺足幾天 而且主食配搭都算多少 米塔也會買罐頭番茄 常備在家裡 這些大部分都是由歐洲國家出產 屬於無添加 味道、價錢和新鮮番茄差不多 新鮮可能都是一至兩天吃肉 之後都是吃得多 我們都是要傳多些凍肉 凍肉我盡量避免散妝 有些包裝會比較好些 怕它在處理的時候 可能處理得不好 在冰櫃那裡 那它回家 可能會有些異味 或者不好吃 就算有包裝 都要留意是不是有凍燒的情況 這個情況就較常在雞翼方面出現 會影響肉質 第一件事就是千萬不要洗這些菜 接著我們就選擇 看看這些菜 有沒有一些 不要爛了的部分 我們就先撕掉它 撕掉這些爛的部分 我們確保它全部都乾乾爽爽 我們就選擇一個尺寸大一點 有夠栽的菜 我們就分開每一餐一袋 就好企利地放進密實袋裡 你要吃的時候 就一袋一袋拿出來便很方便 菜不用壓得太緊要 如果是這樣處理了 只要算得起碼有三四天 我們準備一個瓶或者杯 寬厚一點的 然後我們就倒一吋水 就把整盒蘆筍放進去 浸好少許就可以了 不用浸太高 用膠袋浸去 鬆鬆地整個放在雪櫃裡 那裡就可以了 萬一第三天我都未吃 但它的水開始熟 我們就把水換掉 這樣也可以了 豆腐都可以用同一原理 將豆腐全放在裝滿煲過的水盒裡 隔天換水就可以擺足四天 可以防止變壞和變酸 冬肉買回來之後 可以放在不鏽鋼的器皿上解凍 如果醃去雪味 整隻雞可以放入一至兩湯匙的鹽 浸兩個小時 而其他肉類可以加上酒去醃 我醃這個雞翼 我喜歡用物實袋 市面上都有一些不同尺寸的物實袋 通常我都儲備在家裡 要先要解凍後洗乾淨和印乾水 印乾水會幫助雞翼入味 接著我把醃料放進去 減物實袋就選擇 盡量有雙重鎖 它會鎖得好少少 會放到幾天 我們可以索性把它抽真空 家裡沒有真空機也不怕 我們就食實整袋 浸在水裡 慢慢鎖 你看到它的空氣會走出來 可以用水的壓力 來做真空的效果 煮食的時候 可以多選擇八搭食材 而且盡量 像一個南瓜一樣 可以煮到五道菜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